G-Brush 3.5 之後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叫做 Z-Sketch 它是透過技球的方式以筆刷塗抹產生造型 首先我們叫出技球 Shift-A進入Z-Sketch的模式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到的這個球變成一個類似物體的模樣 但是它事實上還是一個技球 接下來可以在筆刷這個地方發現所有的筆刷 一些常用的筆刷都不見了 這些筆刷是用來處理Z-Sketch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分為Sketch-1、Sketch-2、Sketch-3、Sketch-A、Sketch-B、Sketch-C 另外在Smooth模式底下 它有分為Smooth-1、Smooth-2、Smooth-3、Smooth-4 其實最主要的地方 Z-Sketch最主要的地方 就在於Sketch的筆刷跟Smooth的用法 當然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用途 我們可以在待會的部分再跟各位解說 我們先看看Sketch-1 把它放大一點 當你使用Sketch-1的時候 在Z-9這個地方直接做塗抹 它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Sketch-2 接下來是Sketch-3 從這個地方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Sketch-1、Sketch-2、Sketch-3 它們的差異在哪邊 通常我們看到的Sketch-1 它是比較貼近球的表面 Sketch-2的話稍微比較遠離一點 Sketch-3離開的最遠 這個是Sketch-3的差別 1、2、3甚至是AVC的差別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Smooth-1 Smooth-1可以從這個小圖裡面看得到的是 它在頂端跟尾端的部分 它會直接陷進原本的這顆氣球 然後充滿它 我們看一下這什麼意思呢 按住Shift鍵 這個是在做平滑的處理 这个也是一样 我可以做平滑的效果 那当我今天把笔刷放到尾端的时候 它会整个陷到这一颗球体里面 然后充满它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按A的话 一样就是笔的模式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这颗球被充满了 那如果说取消preview模式 Ctrl Z undo 这个时候我们按A 它本身因为没有充满这颗球 所以你看到那个球体不见了 那Zsketch它的特别地方在是说 这个sketch笔触跟笔触相交的地方 它本身会自己去做一些融合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比处跟第二个比处因为靠得比较近 所以它们就粘在一起了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它们相距的距离比较远一点 所以它们并没有粘在一起 那再加上我在做Smooth的时候 它并没有把这颗球体给充满 所以你看到的情况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说我选择Smooth 1 Shift键按着去涂抹它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Smooth这个尖端的地方 它充满了整个圆球体的内部 所以接下来你进入preview模式的话 你看到这里呈现是一颗球的状态 呈现一颗球的状态 那除了Smooth 1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Smooth 2 Smooth 2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是说 它会穿透我们这颗球 那穿透之后它会最小化 那时候看出来的情况会像这样子 现在我们选择Smooth 2 OK按住Shift键 然后去做涂抹 你可以看到的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它会缩小然后穿透进去 缩小然后穿透进去 按preview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mooth 3 Smooth 3基本上可以从图这边 就可以知道说它基本上 不会做穿透进去的结果 它会维持一样的出现在外面 最后我们看一下Smooth 4 它一样做一个穿透的处理 它一样做一个穿透的处理 可是它在做穿透之后 它并没有像Smooth 1一样做膨胀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画的图 基本上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这个地方是比较 我目前来讲比较找不出它的 差异性在哪边的一个Smooth 1笔刷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笔刷的部分 这边通常都是一些所谓的推挤的 或是说位移的一些处理的笔刷 那比较特殊的笔刷 我的选择是Armature这个笔刷 这个笔刷可以直接让你去画出一些形状来 那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笔刷画出一些连接点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里 我可以直接让它接过来 再透过Smooth 1 让它接起来 呈现一个管状的效果 那再来还有一个叫Borge这个笔刷 Borge这个笔刷其实非常的好用 它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像肌肉的部分 那种肌肉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举这个例子来看 那Borge它本身的意思其实就是膨胀 那选择Borge笔刷之后 我去推移 推移之后它就会膨胀起来 那这时候再做Smooth 1 膨胀之后再做Smooth 1 那相同的你可以按住LT 让它产生一个紧缩的效果 然后再透过Smooth 1 的方式 多做个几次之后 那种肌肉的块状的感觉就会有 另外像Push Pull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编辑你的ZSketch位置的 那这些部分其实你也一样可以透过Move笔刷去做处理 非常的方便 那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按A Preview 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的效果 ZSketch跟ZSphere 这两个差别在一起说 一个是使用Adaptive Skin 那另外一个是使用Unified Skin ZSketch使用的是Unified Skin 那Unified Skin这边的话 基本上它是以四边形的方式来做呈现 是以四边形的方式来做呈现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它会尽量保持四角面的情况 保持四角面的情况 然后像Resolution解析度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去控制它 越高的解析度它的多边形相对就是越高 然后像Smooth的部分可以让你做一些平滑的处理 你可以看到效果是这样子 那另外像Polish Surface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 Polish主要就是让你的模型可以比较平滑一点 当你的模型平滑度越高的话 相对的多边形的数量也会越多 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选择Make Unified Skin 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Tour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Skin Z-Sphere 这样子的一个多边形王格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脱模的处理 当然我们一样可以做一些细分效果 Z-Sketch在做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 是说它的模型因为都是四角面构成的 所以它的结构上有点不是很理想 通常我们在做Z-Sketch完之后 都会再做一次拓谱 那另外在用Z-Sphere的时候 有几个部分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我们在Preview模式下 在Preview模式下 我可以去编辑它 我一样可以去编辑它 我把强度调低一点 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画出一些形状 那画完之后如果我要还原回Z-Sketch的模式的话 那它会出现几个一个讯息 就跟你讲说目前这个Z-Sketch已经有被编辑过了 那你现在接下来的话你要怎么做 你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多边形网格吗 那你如果选择Yes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多边形网格 就等于是说我们Make Unified Skin 那第二个No Discard Change 就是我不做任何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就就是还原到原本的那个状态 没有编辑的状态 那第三个Cancer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我现在目前还是停留在Preview模式 我不做任何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如果按A 选择No Yes,Create Polymesh 3D 这个时候它会多一个Skin This Feel 那这个是我刚刚编辑过的 那如果说我现在按A 进入Preview模式之后 我再去画它 画完之后再按A回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选择No Discard Change 点一下之后 它会回到原本的模式下 Zsketch模式下 那这时候再按A Preview 这个时候我刚刚所编辑的部分就不见了 它基本上它就是把它清掉 Zsketch模式大致上 它的比刷用途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下一个单元 跟各位介绍一下 在用Zsketch这个部分 来雕刻人体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MING PAO CANADA